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 父亲的差事也交谢了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 打算跟着父亲奔上回家 到徐州见找父亲 看见满怨男子的东西 又想起祖母 不禁数数的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 不必难过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顶制 父亲缓了悟空 亏空又借钱帮了三世 这些日子家中观景很是惨淡 一半为了三世 一半为了父亲复醒 三世傍晚 完毕 父亲要到南京某市 我也要回北平念书 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市 有朋友约去游逛 勾留了一日 第二日上午便去渡江到浦口 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一位四满 本已缩电不送我 叫旅馆里一个熟食的茶坊 陪我同去 他在三嘱咐 附茶坊顺势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 怕茶坊不妥贴 颇愁出了一会儿 其实我那时已 那年已二十岁 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 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愁出了一会儿 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 他只说不要紧 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 他满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 得向脚夫行些小费 才可过去 他又满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 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 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奖定了价钱 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紧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我将他给我做的纸毛大衣 铺好座位 他祝我路上小心 夜里要警醒些 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按照他的欲 他们只认得起 说他们只是白托 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 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 哎 我现在想想 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到 爸爸你走吧 他往车外 看了看 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 不要走动 我和那边月台的 三篮外 有几个卖东西的 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 须穿过铁道 须跳下去 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盼子 走过去自然要废此些 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 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 穿着黑布大马褂 身轻不明 明跑 盘身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 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 就不容易了 他用双手攀着上面 两脚在向上缩 他那胖的身子向左微轻 醒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嗜干了泪 怕他看见 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往外看时 他已抱了猪红的橘子 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 他先将橘子放在地上 自己慢慢爬下 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 我赶紧去参谈 他和我走到车上 将橘子一股脑 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 心里很轻松似的 问话说 我走了 到那边来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 回过头看见我 说进去吧 里面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 如来来往往的人中 再找不找了 我便进去坐下了 进来坐下 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 我父亲和我 都是东奔西走 家中观景是 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 磨声独立支持 做了很多大事 那只老敬 却如此 腿毯 他触目伤怀 自然情不能移 情欲 欲于忠 自然要发之于外 家庭所谢 所谢 并往往处他之怒 他带我 渐渐不同晚日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 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 只是惦记着我 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背来后 他写了一信给我 信中说道 我身体平安 为盘子疼痛厉害 举诸体比诸多 不便 大约大趣之期 不原意 我读到此处 在尖艳的泪观中 又看见那 诽叛的 青布名袍 黑布马挂的背影 哎 我不知何时 再能与他相见